熊熊烈火不斷燃燒 整輛貨車陷入火海 車輛被燒的幾乎只剩下骨架 燃燒的貨物一度跨過護欄 掉到旁邊邊坡 消防人員貨報到場 不先搶救 事發彰化 16號晚間9點多 24歲林新南駕駛和太太 開著再買衣服的貨車 從台北要回彰化 新京國道1號南下204公里處時 後車斗不明原因開始起火 駕駛看到火勢連忙停車 想搶救貨物 但火勢越燒越旺根本來不及 駕駛右手掌燒焯傷 犀如性嗆傷 救護人員緊急送醫 車子開在國道上怎麼會突然起火 駕駛爸爸說可能是其他車輛 有人在抽煙 煙地被捲到後車斗 才會釀成火燒車意外 但詳細起火原因還要進一步釐清 所幸車上乘客沒有受傷 駕駛救醫治療後沒有生命危險 還在醫院觀察中 但突如其來的火勢 恐怕也嚇壞其他用路人 就傳送楊精衛語文章話採訪報導